大家好,我是漫畫家曾建華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這個題目就是 如何使用Comic參加四個漫畫比賽 我們這個課程目標,就是希望說 藉由這個課程讓大家知道說 四個漫畫比賽我們一些應用的要領 台灣在每年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漫畫比賽 四個漫畫是最多的 而且四個漫畫也是在所有的漫畫當中出入最廣的 而且也是最普及,也最容易上手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個課程讓大家知道說 繪製四個漫畫,除了比賽以外 平常我們在畫這個四個漫畫 我們有些什麼要領 平常除了比賽以外,我們也可以自己做一些創作 我們今天提到的這些要領 你參加比賽也如何從這些很多種稿件裡面 我們如何透映而出 甚至利用我們的Comic這套軟體 輕鬆的製作出你所想要的四個漫畫出來 在講我們課程之前,我們大概有一個疑問說 為什麼我要參加這個漫畫比賽 第一個,如果我們為什麼要參加漫畫比賽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要評估自己的實力在哪裡 因為平常我們在畫圖的人都是在自己 觀眾房間自己畫 那我們根本不知道我們的實力在哪裡 所以說,藉由這個參加比賽 你就會知道說 欸,原來世界還是這麼大的 高手如雲 那你就知道說 原來我的實力還不夠 甚至說,原來我的實力已經到達某個階段了 所以說藉由比賽 我們就可以,比賽的成績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原來我還在加強些什麼 我們還要再磨練些什麼 所以說磨練技巧也是我們參加比賽 所要去評估的一個項目 看看得獎的那些人 他們得到比賽是為什麼會得到比賽 他們是不是有用了什麼樣你不知道的技巧 所以說,當你知道這些技巧之後 你是不是要試著去了解它 甚至去學習它這些技巧怎麼畫出來的 怎麼去畫出來的 那當然啦,你有參加比賽 借我參加的參賽經驗 參賽經驗對我們來講 不管是找工作啊或什麼 這個經驗,經驗值是很重要 就像打遊戲一樣 經驗值通常就是佔了一個很大的比例 參加比賽,不要怕失敗 多參加一定會有你的所謂的參賽經驗 總有一天你會因為越參加你會越熟練 那你就會知道每個比賽的一個重要性 跟每一個比賽它所需要的條件在哪邊 那你下次再參加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你要準備些什麼東西 你要怎麼去畫這些圖 你要去畫這些圖 那最重要就是一般四格漫畫比賽都會有獎金啊 而且現在獎金都非常的高 所以說會提供給大家講說 我會台灣建議學生說有機會有實力的人 你就可以去參加漫畫比賽 摸念自己,評估自己 甚至呢搞不好你的成績到了 又可以拿到所謂的獎金 何樂而不為 所以說參加比賽 除了摸念自己之外 獎金也是我們獲取的一個目標 當然如果說你參加四格比賽 又得到所謂的獎勵 得到名次了 那一般這種漫畫比賽 通常都是會有媒體的報導 漫畫比賽就會讓你增加你的曝光率 讓大家知道說 原來還有一個人 他這麼會畫圖 他有這樣的構想 有這樣的實力 那你通常就會有一些所謂的就業機會 甚至連載機會 那現在很多的出版社的連載漫畫家 也是藉由所謂的漫畫比賽出道的 所以這邊會一直提供 一直強調同學說 有想法會畫的人 你不用擔心畫的好壞 你就是有比賽就去參加 你的機會就會來 接著我們再跟大家講的就是 參加四個比賽 有一些辦法規則 我們要去了解的 去注意的 常常我在當評審的時候 常常看到很多同學 投來的稿件 就是因為辦法沒有了解 缺了這個或少了這個 甚至有些畫的根本就不是這個比賽 要的東西 那就算他畫得再好 很可惜的 他就善失了很多的一些機會 所以這邊提出一個 我們在參加四個漫畫比賽的時候 有些辦法你要去注意的 第一個就是參賽的組別 什麼是參賽組別 今天不是所有的四個漫畫比賽 大家都可以去參加 那你會發現說 大部分的辦法 都有一個參賽組別 比如說 你就算是學生好了 學生的話 那會有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 大莊院校組 甚至還有社會人士組 所以這邊會跟大家講說 我們在參賽的時候 稍微要注意說 我們在參加比賽的時候 組別是什麼 你適合的組別是什麼 那有時候我們學生 有時候在參加 尤其是暑假參加比賽的時候 那個組別的判定 有一些模糊的地方 比如說我今天是小學五年級 暑假過後我是小學六年級 可是辦法只是限定到小學五年級 那我還有沒有資格去參加 通常我們是用暑假這個比賽辦法之前的一個時間為基準 比如說你比賽截止之前你是小學五年級 那你就是小學五年級的資格 現在去選 現在去做一個依據 因為通常遇到暑假的比賽 這個組別的問題 大家就會很模糊 因為小學之後就國中了 那你要參加國中組還是小學組 那通常就會有一個模糊地在 那這邊會比較提供給大家一個參考 就是以你參加比賽的時間為基準 如果說截止日期前你是國小 那你就是參加國小組的 那接著如果組別沒問題 那再來參賽資格 那為什麼組別都沒問題 為什麼還有參賽資格 因為有可能你是海外的 你可能是僑居的 你可能在國外回來的 那剛好看到比賽想要參加 可不可以 那我要看看你參加這個比賽 他通常都會有明定說是 台灣金門馬祖之類 只能限定這個地方 或者甚至說我只能在高雄市 甚至在台北市而已 那其他縣市就沒有這個資格 會有這種比賽在 所以說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你的參賽資格 你是不是符合這個地區的參賽資格 OK的話 那是說他是不是有要 需要提供一些什麼證明文件之類 這個上面辦法一定會有寫 所以參賽資格就是不管是國內海外 你要進來參加這個比賽 一定有他的參賽資格的一個規定 所以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再來就最重要是比賽的主題 比賽的主題是什麼 就是說今天我今天資格漫畫比賽 一定會有一個主題 一個題目 比如說就是環保 那我今天就是要畫環保類的漫畫 那你就要針對環保這個議題發想 甚至會有一些主題一些比賽 它的主題會列好幾個條目 那你去參考這些條目說 有這些條目你可以試著去畫畫看 那我說說不管什麼比賽 它的主題性是什麼 除非它沒有刻意提出主題 那就是任你去畫揮啦 那大部分四個漫畫比賽 一定會有一個漫畫的比賽主題 那所以說這邊你要參加比賽前 你先把漫畫主題先標選出來 那你後面的找資料會比較好去找 那再來就是比賽規格 什麼是比賽規格 它可能主辦單位會提供一些制定的格式 比如說四個漫畫 它的長框是幾公分 那你就必須照著規格去把這個框框畫出來 而不是自己畫個四個框框 就這樣直接投稿 這樣通常會善失資格 所以說一般比賽它會 明定四格漫畫的一個長框的 每一個長框的尺寸 規格給提供給參賽者 來參考 如果沒寫的話最好是建議 還是打個電話問主辦單位 如果說它沒有一個特定的規格 那你就照你自己畫 如果大部分都會有個比賽的規格在 所以這個地方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自訂格式去參加比賽 那會比較吃虧的 那最重要就是截止日期 大部分文化圖的人 就是對時間概念比較不容易去掌握 在這邊會提供的給大家說 今天你的截稿日期知道了之後 你必須在截止日期的前一兩天 就把稿件給完成甚至寄出去 為什麼呢 你可能寄到主辦單位有缺東西的 那你趕快再截止日期 還有一兩天的時間 還可以趕快用括號的方式 或是快遞方式 把你的要補的證件 要補的東西 或是你漏記的東西 搞不好有人寄了空信封過去也不一定 結果比賽的觀點還在家裡 也有這種情況發生 所以說在這個情況之下 那還有一兩天的時間 可以讓你做一個補救的機會 所以截止日期我是建議大家 你一定要在截止日期前的兩三天 一兩天之內 兩天前 把這些東西全部搞定 那留個一兩天的時間 萬一以防萬一 不要不要壓到最後一天才寄出去 那或許遇到什麼意外的話 那來不及截稿 來不及搭上所謂的截止日期 那你就上市資格了 這實在是辛辛苦苦畫了稿子 結果沒有寄出去 那很可惜的 那稿件交付的樣式規格 我們一般現在的漫畫比賽 會分為一種是手繪或電繪 那大部分現在都是電繪 都會交所謂的電子檔 光碟片過去 那如果手繪的話 它也會有一些手繪的一個標準 那通常如果你是用手繪 就是用筆啊 畫在紙張上面上色啊 或是打字啊 或是寫字也好 那通常會在稿件上面 我是建議加一個所謂的 瞄圖子做一個保護 那個文具店問一下 瞄圖子 那如果有對白的話 通常是寫在瞄圖子上面 如果我是比較建議 尤其是對白這個部分 因為評審在看對白的時候 如果說你的字體寫的 不是很清楚 不是很端正 哇那評審的看不懂了 看不懂 那就算你有再好點子 因為文字的問題 所以說就會有一些 分數會有個落差 所以會比較建議 如果說你今天是手繪的人 那辛苦一點 那你還是用打字的方式 把字體打好之後 把它用貼的貼上 打字的字體一定是非常清楚 如果你真的要用手繪 那麻煩一點 那手繪的那個字體 盡可能端正 清晰分辨的出來 這是最重要的 那當然手繪的部分 就是這樣子 那店繪的話 他通常會要求會記 所謂的光碟檔 甚至說有時候 有時候會跟你講說 要直接上傳 用直接用網路方式 把你的作品上傳到 主辦單位的伺服器 或是網站也有的 所以說比賽規格 教會規格 那數位的話 會有一些規格 就是說你的副檔是要 副檔名是什麼東西 比如說是要JPG 或是PSD 或是TIF之類的 這個副檔名 也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那通常交電子檔的話 你要仔細看 有時候會 比賽辦法規定說 電子檔要輸出一份的手稿 因為通常有時候 評審在看稿子的時候 也是看實體的指章 所以他會希望說 除了電子檔以外 有時候也會輸出一份指章的稿件 甚至打好字的 那評審直接就可以 在指章上面閱讀評審 這個是為了評審方便 所以說稿件在交互的樣式規格上面 大概稍微注意一下 是不是要交電子檔還是手繪 那電子檔要注意它 是要交哪些的副檔 這邊稍微注意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投計方式 那不管是手繪也好 電子檔也好 光碟也好 一定要處理好 要不然你在寄出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不是弄壞了或是壓碎的 有這種狀況出現 那這邊會比較建議說 如果是光碟 那你最好用光碟的一個塑膠盒 把光碟裝起來 以防到時候壓到 或是不小心折到 光碟接到單位那邊過去 結果沒有東西 因為你已經破損了 再重計 接稿日要過了 又上市資格了 那如果說我們是用手繪的話 就是沒有兔子都弄好 把它包好 那最重要的是 我比較建議就是 不管是手繪或是電繪 那你要把你的作品 外面再包覆一層所謂的塑膠袋 因為如果說 遇到下雨天的時候 郵差或快遞在寄送的時候 或多或少 遇到下大雨一定會滴到水 那如果說你外面的紙袋 沒有一些緩水的措施的話 那很容易水就會滲透到裡面的鎗件進去 那很容易 那你原本的手會搞 或是原本的檔案 會有一些損毀掉 所以說這邊會比較建議說 原稿或是電子檔的部分 保護好之後 再用一個塑膠袋 或塑膠膜把它封好 然後再裝進紙袋 這樣是比較妥當的一個做法 那好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快遞 或是那個掛號方式 我們把它寄到我們的主辦單位 提供了一個柱子 好